说到网剧《战魂》中叶尊这个角色 因为前期出场就喜欢说话 给观众的感觉就好像传销的一样 嘴炮技能Lex通过说话就能将人洗脑 然后加入他的组织 所以在观众看剧的时候 叶尊就被很多人调侃 叶尊就是一个传销头目 每天给别人洗脑 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结果朋友们并不仅仅是你们这样认为的 就连他的扮演者朱一龙也是这样觉得的 在最近朱一龙接受的一次采访中 说到叶尊这个角色 朱一龙都坦诚说叶尊最难演 因为出场没有铺垫 就像一个每天拿语言 去迷惑别人的一个头目 哈哈哈哈 别看朱一龙说的这么委婉 翻译过来不就是说 叶尊像一个传销头目吗 每天用语言去迷惑洗脑别人 用传销头目去形容 他真的是太适合不过了 而这个采访一出 大家就纷纷调侃 这就是实锤 连扮演者朱一龙都承认了 我们叶尊就是实打实的传销头目了 不过实锤又怎么样呢